歡迎收看雙生過日子 今天呢是2022年的11月25號 我們的頻道終於滿10萬訂閱了 謝謝線上所有的粉絲還有我們的觀眾 其實雙生過日子最早之前叫雙生頻道 然後它是從2020年的11月25號 開始我們的第一支影片 剛好就是到了今天的話是滿兩週年的時間 謝謝所有的粉絲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們怎麼樣開始 然後可能中間會遇到一些在做頻道的一些問題 所以一開始起家其實我們是在做IG的部分 我們真的是半路殺出來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10萬對我們兩個來說特別的重要 在經營IG社群的時候其實有跟我們的朋友聊過 我們給你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就是只看我們兩個的IG 就可能拍一些穿搭啊或是分享一些商品啊等等這些 就是會給別人比較有一點距離感 可是我就想說 我們兩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活潑 然後也是一個我覺得算是蠻funding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其實我們好像可以用一種生活化的影片紀錄的方式 把我們兩個很有趣的生活其實都紀錄下來 所以就產生了所謂的雙生頻道 其實中間有去做過改名 線上有沒有朋友是從雙生頻道開始支持的啊 後來才改名叫雙生過日子 其實還不錯 但是就是在名字上面可能要稍微去改成一個 再跟普羅大眾更能夠接觸更生活的一個東西 指明了一個日子 俗稱日12345 五話 每個日 全內齁 日 我們就想說 聽來要叫什麼 雙生日記 雙生日常 它是日本 真的是在十萬QA的時候才有這個 才會跟大家說 我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說 那就叫雙生過日子 因為剛好就是我們兩個的生活 它對過日子的名字有點反對 就有一種感覺就是那種很酷 日子一直要過 就很負面的一個名字 大眾就是說 其實蠻OK的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就有說過 過日子就是你用一種方式去想嘛 雙生過日子 今天要過什麼樣的日子呢 所以其實每一天過什麼樣的日子 就是你們大家去決定 是好日子壞日子我覺得都無所謂 但是其實我們想要把我們的日常 就分享給大家 頻道到現在就是兩年的時間 已經將近是六十集 其實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雙生是不是在這中間 其實有想要放棄 不外乎就是 有時候我們兩個的 在行的能力不太一樣 像我就是屬於 影像的一些Flow啊 一些東西 我對這些東西是很貴貓的 關注我們兩個社區 你不要去摸麥克風 重來是 可是它對於內容 還有企劃的東西 是很貴貓的 就是先這樣子 我覺得你接得不好 家裡人知道的東西 你要點聲量 你可能要講說 我們當下為什麼沒有講 然後沒有 那時候會在拍攝的時候 做像這樣子的爭執 意見不合的狀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講話還沒默契 有時候可能我話還沒講完 他就插話了 講話 喂喂喂 你不要說 每次都跟我講一樣好不好 你沒有 後續一直在溝通在協調 盡可能是讓我去拉主Key 讓影來做一個所謂的 輔助序協助 我只是旁邊的一朵小草而已 然後我覺得還有前期 可能我們兩個太常吵架了 導致想要放棄一點 然後就覺得 好累 心好累 我們曾經有就是上一課 就是才剛吵架 然後就是冷靜了10秒 就說 我現在進來拍片 那其實就是創作 一秒是這麼辛苦 現在後期就是已經將近60集了 我們兩個已經越來越有默契 越來越了解彼此 我覺得是各失其職啦 這邊還是要跟就是線上有 兩位以上創作者的那種group的話 就是Long Respect OK好不好 大家都很辛苦 10萬的一個訂閱 然後兩年的時間 其實只有頻道在前面 我想要先感謝一些人 想要先感謝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兩個 從第一集 幫我們點到60集的 車車 車神 來大家 在我們下面留言 就是給車車一些 你知道 鼓勵 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兩個常常吵架的時候 都錄在那個畫面裡面 然後車車就是可能 然後就看到我們兩個人在吵架 然後就看到我們兩個人在吵架 然後他就會把我們兩個剪掉 不行 切掉重音 直接這樣子接就可以了 車車嗨 你們不要跟我們兩個人在吵架 對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謝謝 一開始一樣 我們其實前期 也是跟車車很多磨合 然後到後面 他越來越了解我們兩個 想要的影片的感覺 或是什麼 然後雙生喜歡 什麼樣的一個特效 前幾天車車還特別留言說 我要跟10萬獎牌合照 他講了兩次 他超在意的 車車你也是我們雙生過日子 很大很大的工程 10萬獎牌也是屬於你的 先頒這個給你 先頒這個給你 順便這邊再幫你針友 要針友 要針友 現在這邊也呼籲所有的廠商 就是我們車車剪輯師 大家不要發案子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越來越沒有空 剪我們兩個的影片了 車車會直接在這邊 幫你上一個字吧 有時候聽你在放屁 不准車車的擋住 不准上自己個人的那個 information 影片還是要接案 畢竟一直撿我們兩個片 也是會煩的好不好 對 然後那個字幕要上超多的 辛苦了 那我們這邊還想要感謝 就是所有的粉絲 然後還有我們身邊 一起幫我們去發想企劃的工作人員 然後還有參與過我們頻道拍攝的 我們的好朋友 還有所有願意接受我們訪問的所有人 然後跟所有願意找雙生去合作的一些廠商 我們都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即將進入我們的主題囉 收集了很多粉絲的相關的一些問題 10萬Q的大問題 對 正式開始 第一題什麼 什麼時候要賣團錄啊 不要才剛買10萬就立刻再問好不好 對 就是要拿好債的感覺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籌費啊 團錄這件事情它不是說 就是清清拆拆 像團錄場地啊或幹嘛的 檔期什麼都要接洽 那大家就是在持續的就是 關注我們兩個的IG 還有我們YouTube 有確定好時間 那我們就會把資訊就公告給大家啦 好 下一題 有沒有想過要開頻道會員 之前也有想過 但是又覺得說 如果你每個月就是買這個會員的時候 其實對雙生來講的話 也算是一個 需要給大家一個固定產出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跟團隊在思考說 應該要給什麼樣的會員內容 或是比較對得起會員的大家 但我們不排除會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還在評估 最近一次舉辦見面會的時間 或是什麼時候 現在就是戶外活動啊 或是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出席啊 如果真的想見到我們的話 就是可以鎖定我們的IG 然後我們也有出席的話 就大家真的可以來捧場 如果真的是專長見面會的話 下一次 Maybe可能就是團路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真的 讓大家來見見面聊聊天 然後體驗一些 我們真的喜歡的一些戶外生活 剛剛有講到說 就是你們有曾經想要放棄這件事情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點 讓你們可以堅持到現在嗎 頻道我們炒創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製作 工作分工炒架的一些問題 就會覺得說 好煩喔 這是一回事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就是會覺得很失落 因為其實創作者我們做影像的 還是會在意就是我們的點閱 對 到前期有幾支影片的點閱數 他沒有到我們預期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做這東西到底有沒有人想看 就乾脆就不要做了 反正才剛開始而已 是不是突然消失也 無所謂沒有人會知道 想要讓我繼續下去的一個很大動力是 發現我們兩個的爸爸 就是爭霸 他比我們兩個還要關注我們兩個的社群 我爸那時候就有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不要讓自己什麼事情 都一直重新來過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成就 他是需要時間 才有辦法看到成效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才剛開始 我們就想放棄了 那或許是不是再給他一些時間 那我不要讓YouTube頻道這東西 就是再重新開始 那我們就還是繼續下去吧 而且我爸很誇張的是 之前也是回家 他竟然把我們兩個的IG還有YouTube做一個 報表 Excel的報表 對 震霸是公務人員 然後就是很會用那些報表 他直接說來我跟你們講 你們第幾篇是什麼哪一篇文章 最多的 觀看數跟你們的留言量 混出來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真的也是很關注我們兩個 我們忠實粉絲啊 然後我覺得我不放棄的地方是 難得有一個地方是 他可以呈現我們兩個的生活態度 還有我們兩個喜歡的事情 還有我們姐妹的互動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平台對我來說是很可貴的 想放棄的時候你還看到下面的留言 還是會有很多粉絲給我們鼓勵 對 最常大家講的就是 覺得我們很好笑 跟很喜歡看我們姐妹互動 我們兩個姐妹以前可能曾經很少互動 然後是因為這個頻道 我們兩個的互動 再重新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讓我想要放棄 我發現大家其實也蠻愛看我們兩個吵架的耶 有時候看人家罵人之後 就有這種舒壓感 看我們兩個常常吵架 是其實蠻開心的 沒有 大家也喜歡看我們兩個一搭一唱 在那邊講一些有的沒的啦 當你們就是產生這種失落情緒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多久啊 再這邊麻煩上一下好不好 我也滿18歲請勿贏 人要找出自己喜歡的事情 因為你也有你不喜歡的事情 你也有你壓力的東西 那相對的你會有你喜歡的事情 那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多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可以回答我妹喜歡什麼事情 你會讓他輸壓 3215 我以前不相信 但我就是這真的可能就覺得壓力很大 情緒比較不穩定 我發現我吃甜食好像有用 都老爺的雙層巧克力甜筒好好吃 我們也歡迎都老爺找到 雙層巧克力甜筒 找到合照 多去戶外啊 然後就是盡量不要去看到一些那種 看了就很討厭的人 就不要看到你主管或什麼之類的 就直接打工夫 欸 你覺得我是要放是什麼 很奇怪就是一些那種 忘記很累的東西 我其實也喜歡打掃啊 或者是洗碗啊 什麼家事 我就歡迎你來我家紓壓 我把這邊打掃乾淨 妳看了舒服 我看了舒服之後我就會覺得 嗯 好就是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或者是像廠商常常會寄那個包裹 會有那種氣泡紙 鴨蜜大廚可能寄那個氣泡球 做娃娃一點 好下一題 中國中的什麼地雷 我的地雷就是把家裡弄髒 可能就是我覺得在工作上面 跟一些廠商他們的提案等等這些東西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我心裡面 是被我接受的 就我認為他可以出現在雙層巧克力 然後他是適合雙層的 也是適合我們粉絲 能夠認同出現在雙層身上觀看的內容 如果我心裡面過不去的時候 我就會在開會跟大家講說 這個企劃這個提案就是 我不想拍 或者是就不要接 硬接 雖然就是講這句話是有點急白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不行就是不行 這是我的地雷 拍攝當下的時候那個情緒 你會擺臭臉 你會擺放空 你會擺放空 我記得之前曾經有擺放空 放空的紙 對這東西 讚 沒有情緒你知道嗎 我來講一下感情上地雷 當然是出軌啊 不然咧 不外乎就是現在所有人 就是感情上面遇到的一些問題 我其實比較沒辦法接受 另外一半在我面前 氣壓 打歌 放屁 大瓜異毛 還有摳腳縫 對 大家說我潔癖什麼什麼 因為我正常 他其實才龜毛好不好 沒有我跟你們講 其實這件事情是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狂做 就你 狂屁啊 然後什麼屁啊 什麼弄腳 對 就是你在另外一半面前 你就是稍微hold一下 我會直接講說 我不喜歡你在我面前做這些事情 但是 我既然敢要求你 我自己也不會在我面前做這些事情 可能大家會說 那在一起久了 這種東西哪有什麼關係 就是生活很 很私密的一些日常 或是做我自己 就是我在你面前做我自己啊 怎麼能不能把被不行嗎 我就是不想看 我想看到這些東西 就比如在睡覺 然後我就把棉被掀開 然後就衝出去外面 然後砰 完之後再繼續睡 但你不會回去的時候 然後你第一半就會說 你剛剛幹嘛出去 然後我說我去外面放屁啊 其實我是算金嗎 假設我今天真的拉肚子 或幹嘛 可能他就是離我廁所很近 放屁那個 水屁的那個落塞的聲音 我都不想另外一半的聽到 那你會說什麼 請你耳朵嗚起來 我不想要看到我的東西 我就會說你轉過去不要看 或者是說 如果我落塞的話 我會壓那個馬桶 讓那個沖水聲大一點 被你這麼一講的話 其實我就有突然發現 我在感情上的地雷 不喜歡另一半 對我罵髒話 我不會這樣子對你 所以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對我 就例如你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是你愛的人 然後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髒話 你要怎麼修飾 罵都可以 可是我曾經有一個另一半 直接對我說 生氣就是要罵這個 這個詞 如果不罵這個詞 就不是生氣了 我聽到有一些話 我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對我講髒話 他比如說 你吃屎啊 對這種我也不行 我覺得不會對你說你去吃屎 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覺得還可以 是有病啊 這不行 建議你如果真的要加一個毛 聽起來好一點 這個用詞的部分 你可以說你今天真的穿得很普通 你今天穿得很臭 地雷腳我們來講理想型 兩個人理想型是什麼呢 我喜歡有個性 最近好像比較喜歡眼睛大一點 然後長頭髮就是獨立吧 我自己本身就是有點長髮控 但是我喜歡女生的那個感覺是 他帶有一點點陰氣 陰是那陰俊的陰 各位是那個陰魂不散的陰 陰靈的部分 陰 陰 陰俊的陰 剪短頭髮會超帥的那一種 三級才華 剪短頭髮他也超帥 大家如果不知道三級才華是誰 麻煩請去看周杰倫說好不哭 MV裡面女主角 身高的話不要太矮不要太高 比如說大概就是165 哈囉現在是在外面講型 不會開大件 165 然後也是希望說他就是 等身有性的運動 有點幽默也好 幽默是要懂我幽默 我常常在家裡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甩白色小劇場 他這樣在演什麼 對 然後他要會笑 我哈囉我剛剛才講說 個性然後什麼有煮飯 會有煮飯給我吃 你整個 真的大開條件耶 最好是也有一點錢 然後 不要警示 然後再給他愛 愛不外 可以接受外國人嗎 我可以接受 外國人喔 我曾經有教過疑人 有愛就是誰的顆粒 現在這個問題是 所有人 屍體裡面可能八個人問的 就是現在有沒有另外一半 我們有沒有另一半 都是我們家的事情 有另一半也會分手 分手了也會再交 交了也會再分 交了也會再交 呼籲大家 能不能就放過我們 知道你們很想要祝福我們 可是我們如果分手了呢 大家會在討論和語論 我們其實也會希望保有一些自己的隱私 所以在世邊直接呼籲所有的粉絲 不要再問我們感情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既然有 我們也不會講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也不會講 講完之後就 行情很差 我們絕對說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會有私生活 我們都會有愛情 我們都會有自己想要渴望 追求愛情的那個可能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放過我們 對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有要結婚喔 生小孩 結婚我一定會公佈 會跟大家分享 等到我有一天真的找到一個 我覺得我真的很想 分享跟他結婚的人 我就會跟大家說 平常都是怎麼穿搭的 就是你們是從哪裡看到的 或是怎麼去 有這個品位的 剛進球隊的時候 請問你 剛才講 品位 我覺得這詞好很重 主要是我們兩個國二 那時候進球隊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手機可以看 我們就很常去便利商店 買那個褲跟便的那些雜誌 看裡面大家的一些街頭 那種路人啊 穿搭 然後最近新流行什麼東西 慢慢的去follow很多的操牌 可以多看一些 國外很厲害的穿搭blogger 行業的話就是很喜歡 download很多很多那種 國外網站的那種 電商購物平台 點進去之後 就會有model穿搭 就是我有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多看多學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 找到自己適合的風格 不要盲從 就是很多人在買你就買 因為大家未必會適合你 像我頭比較小 特定的帽型 再來就覺得 不好看 直接放回去大腿是比較粗 所以就是有一些修身的褲子 他穿起來會很好看 可是如果說你整件都是很窄的話 我大腿就會看起來很胖 然後還有盡量避免穿一些灰色系的 就像有些身高可能比較沒那麼高的人的話 那他真的就不建議穿上寬又下寬的東西 像一個冬瓜 我們兩個頭都很小 我就知道這也是像五片帽 因為五片帽的帽原本都是平的 超過我的頭的那個寬度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有鏤空的感覺 那種帶起來其實會有點小球 大學畢業的第一個工作 我就是在潮流媒體 每天幾乎你要接收到的那些潮流的資訊 都是很多 他有時候看到他最新流行什麼東西 他會推薦給我 那我最近看到什麼 還蠻帥的東西 我會推薦給他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都是互相一直在交流 對於時尚或是潮流的敏感度 是會一直在增加的 沒有打籃球之後 是什麼樣的就是契機 讓你們開始之後的規劃 創生其實是 兩個人都是 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 後期的時候 身體的沒辦法附和 沒辦法附和那個籃球的強度 再來一方面是 籃球這個工作 他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壽命 在打球的時候 我們放棄很多事情 我講的是學業 還有家人的陪伴 因為我出了社會之後 我覺得我的語言能力 跟我的一些其他學業上的東西 我是跟不上別人的話 其實你一退隊之後 你是直接輸人一截的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真的籃球沒辦法打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趕快找尋 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 馬上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對於影像 對於潮流 喜歡 那我大學就就讀傳播系 然後我大學一畢業 我就去潮流媒體 其實我一直都是在我 喜歡的事情的規劃內 你要提前去想 你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邊剛好也跟現在 所有剛畢業的一些大學生 就是給大家一些想法好了 現在還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去嘗試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從這個過程當中 慢慢去找尋到 就是最適合自己的 年輕他是本錢 但是你如果沒有努力的話 是絕對不值錢的 就像正爸剛剛講的 給自己一個時間 有時候你可能剛進去半年 或一段時間你就想 因為某一些人事 你就會想要放棄 你在一個行業裡面 你真正要學習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至少給自己三年的時間 就如果我今天想要去球鞋店工作 我沒有在球鞋店工作超過三年以上 你都沒有辦法在這個行業裡面學到東西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可以學到東西 但是你需要堅持 並且再給自己一點點時間跟機會 在那一個行業裡面去學到東西 那才叫做你有努力 你有對得起那個階段時間的自己 過程當中去找到自己喜歡 跟很多事情的一個平衡 我們兩個之前曾經都做過不一樣的工作 我想要自己的價值 做一個固定底薪的工作 其實有一些人很適合 他可能就是需要被約束 需要被規範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 我在一個領域裡面 我一定會有一個 對自己的一個工作價值的認定 但我不想要我今天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的工作價值被這個薪水給買斷 這也是一個為什麼現在人可能工作 會覺得想翹班啊 不想做或幹嘛 原因是因為所有的努力都 被一個固定的薪水框架住了 你不認為可以再為自己多做些什麼 因為反正我每個月的薪水就是這樣 也才會去轉去做 像業務這樣相關的工作 我要領多少薪水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裡 我的努力上面 我不得不說還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歡 一些比較穩定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追求的 你是對自己很有自我要求的 或許你就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挑戰性的工作 慢慢去找到自己適合的 反正剛畢業還年輕多嘗試 剛剛跟雙生粉絲講這麼多話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要替自己的粉絲取的稱號 目前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但我跟你講我昨天在IG上面看到 有一個人留言給我 蠻可愛的 他說叫做爽生粉 爽生粉 爽生粉是帶有一點閃動腔 從這邊就為大家切換一下 國語的發音 雙生粉 閃動腔 爽生粉 有沒有 我覺得很ㄎ 我覺得很適合我們粉絲組曲 我們粉絲都很ㄎ 但是我們還是要給觀眾前面的一些 你知道有些機會 雙生適合什麼樣的粉絲的名字 幫我們放在下面留言區 然後我們大家再來投票 你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到了10萬之後 你們還有什麼進行的規劃 草創其實就是不管是視覺啊 還是一些片頭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然後我覺得 那時候也是有點像是硬著頭皮就上了 其實10萬之後 我開始會想要修正很多東西 可能每週開始要更新啊 甚至是說更多的內容單元給大家 這樣我覺得是後期我們有團隊 然後開始要把這些跨題做高的 不要講頻道 或是雙生我們未來的規劃 或者什麼 因為我一直都希望說雙生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然後跟一些核心價值的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開始已經慢慢有 這東西出現之後 我覺得未來雙生 副牌是會有一些品牌 可能最近開始做一些聯名啊 等等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未來有可能會陪牌花 然後可能就會要出一些東西這樣 賣什麼不一定喔 不知道 阿姨又賣藥 嗯 嗯 不是啊 就是那種廣播裡面會那種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 剛剛的那個十萬的QA呢 就到這邊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就把更多更多的問題 就會留給未來 二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其實我覺得最後我還是很想要感謝 一個小可愛 就是她啦 對 我們的Burger 滿多集裡面都有出現Burger 然後甚至是有很多粉絲 都敲碗 就是說想要多看一些Burger的畫面啊 甚至是有Burger的影片 訂閱會比較高 嘿嘿嘿 所以今天我也想要在這邊 在頻道上面跟天堂的小Burger說 我們兩個十萬了 好嗎 你一定聽我們開心對不對 不要再睡覺了 趕快一起來 也給我們兩個帶來很多的力量 我們都很想你喔 對 那我們最後呢一樣感謝我們的粉絲 就是希望未來不管十萬 二十萬三十萬 你們都能夠持續的支持我們 然後在我們身邊 十萬就是一個起點啦 它不會是我們的終點 然後我覺得我們兩個 就會持續的進化啦 一直超一百萬賣進好嗎 雖然現在在十萬 這數字真的是 怎樣 我不能當百萬youtuber啦 我如果一百萬訂閱的話 直接就分 喂 可以 直接都很近 今天感謝大家 希望你們也記得按讚 持續按讚 持續訂閱 跟繼續分享 跟繼續分享 過日子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